好 我们看一下What's FM的那个 有了 有了 YB可能我们在我们的脸书那边已经有live了 可能你也可以share一share 对 我们先等一等其他观众进来吧 对 好 我们看到有朋友们进来咯 刚刚进来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今天会和大家讨论的就是说 雪州现在有推出了一个冲刺行动 来帮助这个雪州的疫苗 可以尽快完成这个接种的目标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有请的是雪州2019年的冠病疫苗协调员 也就是YB王建民 YB可以和我们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哈喽 大家早上好 好 记得刚进来的朋友们都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对 如果大家其实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在留言板上留言 那等一下我们在脸书直播的当中也会帮大家提出这个疑问的 对 我们也看到说好多朋友进来咯 包括像是米林亚 还有艾琳 大家早上好 那是我们像刚刚确起讲的 我们今天其实就会谈关于这个接种冲刺计划 那我们看到说因为就是大概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的YB王建民已经是受伪了成为协调员的 那就是为了要加速雪州还有基隆坡 就是巴胜谷一带的疫苗接种的速度 对 那现在其实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雪州的朋友 那如果你到底接种疫苗了没有呢 你都可以在留言底下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 陆续都有很多朋友进来咯 我们等下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在电台这边 8点钟 sorry 8点钟这边准时on air 所以大家可以帮我们先分享出去 对 尤其是现在这项计划 其实它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在8月1号之前 让巴胜谷地区的成年 至少完成一剂疫苗 那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是会请教一下YB王建民 就是他在接下这个重任之后 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一些战略 尤其是我们之前有说的这些疫苗供应 还有疫苗接种中心 还有之前也有一些 像是现在疫苗接种中心 有一些可能很多民众很担心的一个部分 就是包括说疫苗接种中心安不安全 这些我觉得这个部分 也是可以待会来探讨一下的 那另外这个计划底下 其实它是结合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Selvax 另外一个就是Picas Selvax基本上就是雪州政府推动的一个计划 那么Picas就是中央政府的 那这一次要如何结合这两个计划 来让巴胜股达到这一个接种目标呢 那我们待会也是可以来聊一聊 我们还有一个多长时间 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好 还有一分钟时间 我们就会回到FM106了 然后也欢迎你们有任何的想法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板那边告诉我们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留言 对 好 我看到一个朋友说刚打了第一针 等了四个半月 第二针还没打是吗 好 如果今天刚看这直播的雪州朋友们 都可以来留言和我们分享说 你出色疫苗了吗 你完成了第一针还是第二针呢 都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对 没错 我们现在还有大概30秒的时间 我们先准备一下 好 完毕我们准备一下咯 好 好 好 我说 我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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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城市向前行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到九点的这段期间 都会有我们的一个单元叫做城市话题 早安你好 徐家俊 早安你好 我是韵祥 早安你好 我是崔喜新盈 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我们看到说因为雪州 它就是巴胜谷一带的新冠肺炎的病毒确诊病例 其实真的还蛮严重的 每次出来那个图表的时候 KKM公布的时候 那个数字真的是还蛮吓人的 那为了就是要降低这个 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加速这个疫苗接种的速度呢 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政府呢 就已经委任了这个行动党万一国会议员王建民呢 来担任这个雪州的协调员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YB呢 它主要就是会和这个Zanvax 还有这个PICAS合作 来推动这个疫苗的接种速度的 对 我想的这个也是人民所乐见的 因为在政局乱糟糟的情况当中呢 终于在雪兰俄州 中央政府和雪州呢终于可以放下旗舰 因为人民的利益呢共同合作的 那么这一次呢 YB王建民呢将会负责协调这个接种冲刺计划呢 那他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说 确保巴胜谷地区美名成年人呢 可以在来临8月1号之前呢 完成至少第一剂疫苗接种 那么今天呢我们可能想要来探讨的就是 到底在达到这个目标呢 有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吗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 待会儿会跟大家聊一聊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也有请到了雪州2019冠病疫苗协调员 也就是YB王建民来到现场和我们谈 关于这个雪州疫苗冲刺行动啊 YB可以和我们现在线上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哈喽 你们好 吃了早餐没有啊 好亲切的一个名字 我还没有吃 我还没有吃 我大概是六点半几时还没有吃早餐的 你现在已经身负重任了 那今天可能我们要在节目一开始呢 问问YB王建民啊 就是其实你在接下这个重任的时候 第一个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能够我们分享 我不认为是一个困难 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就是怎么能够去联络 全部那些有关的部门 包括雪州政府的有关部门 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等等 不过我一被委任过后 我大概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 所以我就比如说我立刻就联络了 这个贸工部的副部长达特林曼宏 跟贸工部的那些官员讲 这个是我认为我应该做的那些任务 这样子我们能不能够去好好去配合 他们也是非常给我一个很好的合作了 那其实根据这个接种的冲刺行动 其实计划在8月1号之前 达到这个巴胜谷地区成年民众 他们应该要至少完成一剂疫苗 那这个就是整个活动的目标 其实现在距离8月份也不长不短了 不长了 对还有很少的时间 想要问说目前你们的这个进展如何了呢 我给你们的关注一个例子了 比如说昨天我们已经打到在雪州跟吉隆坡 已经打到大概是20万 大概是210千的那个疫苗 第一 dose跟第二 dose 我们的目标是在星期一 下个星期一开始 一个礼拜之内 要达到大概是280千到300千的一个打疫苗的数值 所以总共在26号 7月26号到8月1号 要打大概是1.3 million 或者是130万的这个疫苗率 这个是first dose跟second dose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不过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雪州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偏乡 或者是郊外的地区嘛 那其实YB你在进行这个东西的时候 会不会担心讲说 那些比较偏乡的民众 他们接种率的这个意愿会不会比较低一点点 其实在雪州基本上不是很多偏乡的地方了 我也是有去问我的同志了 比如说在Sakintia那边 在Sakintia那边基本上那边已经足够了 因为他们人数也不是太多 不过有其他的地方我发现到 他们目前还不够这个PPB 虽然整个雪州跟基隆坡他们是足够 不过有些地方是要 好像那些居民要走到 比如说从达王那边去到基隆坡 或者是去到The Mines那边 那距离也是不 对很远的这个距离 所以这些小小的那些问题 也是需要去协调了 对可以看出在这个方面 就是像YB刚刚提到的 这些小小的问题也是足以影响 这个疫苗接种率 尤其是要达到那么高的一个一天的接种率 是有一定难度 那么像刚刚YB提到的一个 就是疫苗接种中心的位置 地理位置不够策略 那么还有什么挑战 疫苗供应是其中一个问题吗 我给另外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挑战 就是每个中央政府 几乎每个中央政府的部门 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疫苗的活动 比如说你们有提出这个贸工部有PICAS 那个是专门去做制造业的 这个Ministry of Consumer Affairs 这个消费部门 他们也是有自己的那个打疫苗的活动 就是在那些shopping mall 那些shopping mall也是有在那边做 那个Commandrant Gajer Raya 就是这个负责这个 对对对 全部那些construction workers 那些发展上的那些员工 也是有他们的计划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会举办一个 coordination meeting 要协调全部这些program 是因为有很多这些是会overlap的 那其实这个所谓overlap的部分 你们之后是会加以整合 就是确保说资源不会浪费 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对吧 不会浪费 你不会好像一个人是有两个appointment 这样子等等 但是其实目前为止 我们的那个疫苗供应够吗 因为你说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些 这些行动在进行当中 对项目在进行当中 那其实我们的疫苗够吗 对 没有其实是够的 我已经看到那个supply的那些 公益的那些数字 在基隆坡选择 他们已经分配好了 我们现在的挑战就是 好像刚才我所说的 要怎么样协调 第一不同的部门 包括中央跟雪州政府 第二就是从打疫苗的中心方面来说 怎么样能够增加那些capacity 怎么样能够好像 有可能性是有些地方是需要增加更多的那些打疫苗中心 比如说 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Gombak Gombak是那个Gombak区 包括是Slyang 包括是Rawang 我看你们也知道Gombak的国会议员是谁 就是Azmin Ali 不过他自己的区那边是不够打疫苗中心 我也是很莫名其妙 你是可以说是一个很senior的 senior minister senior部长 不过你自己没有照顾自己的区 有可能性他是太忙 在YT那边走来走去 不过我是觉得也是一点失望 那其实看到讲说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 YB就有讲说 其实在这个疫苗的部分 就是接种的部分上 你有给那个冒公布一些建议 对不对 就可不可以请你提出一下 给了冒公布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有几个建议 第一 我就给了冒公布一个建议 就是 因为这个PICAS的价钱 是比SELVEX便宜一点的 所以我就建议给他们知道 你一定要去适应那些中小型企业 中小型制造企业 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这个智能 没有好像那些大公司那么好了 所以你要去approach他们 要去那些工业区等等 那些老板也是要派人去那边 叫他们快点sign up for这个PICAS 不过问题是 冒公布有可能信 他们是比较注重那些大公司 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是官员 一个公司给我5000个名字 或者是100个公司给我50个名字 哪一个工作比较容易去做 明白没有 更容易来做来什么 对 就是更容易做就是好像 你去好像放那些名字进去那个system 放那些公司的名字进去那个system 在PICAS那边 好像提供去那些名字 给Mise Jatra去register等等 如果我是这个公务人员 当然一个公司5000个名字 其实是比较容易去处理 如果要做一个比较 我给你50个中小型企业 每个是有100个人 这样子一个例子 所以他们也是要 不要那么注重那些大公司 也是要和那些中小型企业 有一个共度的交代 说到这个PICAS 其实YV王建民在节目开始之前 有跟我们分享过 其实这个计划在槟城那边 据说也是获得不错的一个回响 对吧 对 是因为在槟城那边有很多大型的那些 E&E公司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从来自美国 来自欧洲等等 所以他们和Miti那边配合到 我觉得比较顺 所以他们的员工在那边 打疫苗的那些疫苗率 也是有可能性是比雪州高一点 那么关于这个Selfax的部分 其实进行到现在 因为它是从7月开始就推出的 那么其实反应如何 因为它有分成industry 还有community 那这一个两个项目分开进行 其实如何 我昨天刚刚收到YV增长进 达到增长进的那些数字 因为它是在雪州这里 负责这个Selfax industry的 他有分享给我知道 大概是9万个疫苗 一大部分是first dose 已经underSelfax 已经打了 这个9万之内是一大部分是80%是industry 20%是community的 想起问这个community方面它是如何进行 它跟我们一般的那些疫苗接种有什么差别 它是比较更多的是在比如说content的一个范围吗 这个方式是雪州政府是给每个州议员一个责任 就是要找那些还没有打疫苗的那些人 那些居民 尤其是那些比较年轻的 因为年轻的还没有轮到他们 所以每一个州议员是有给一个国大大概是2500数字的 所以每个州议员都是要去找那些还没有打疫苗的那些 那些马来西亚区民 所以就是说这个Selfax community的话 如果他们要找出这些还没有打疫苗的人 他们最终会是在Maisajatara上面通知这些民众吗 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Selfax有一个另外一个app就是Selanka 我看Selanka也选择政府的 所以在backend那边Selanka跟Maisajatara会好像sync了 你打完Selanka过后 我看他们应该这个周末会有一个sync的system 就是讲你打完Selanka过后在Maisajatara 他们那边也是会出一个digital certificate 对对因为之前其实发现到的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们在Selanka得到这个疫苗过后 其实他们Maisajatara还是会接收到这个疫苗接种同时的对吧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协调的责任 对那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个Selfax跟Bitcast 其实他们目前只是在进行当中 YB有没有一些数据他们在进展到怎么样 其实我是有数据 Selfax industry的这个服务了在Bitcast在雪州 目前有几个地方已经有开始打了 包括这个Texas Instrument在安邦那边 不过下个礼拜是会有更多这个Bitcast的疫苗中心 目前只是有两个地方是可以做Bitcast 已经被委任做Bitcast 就是Sher Alam Convention Center跟Sertia Alam Convention Center 两个都是在Sher Alam的范围的 所以我们要增加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福建会馆在呼噜冷液 这个华种华种中心在三肯邦安 还有几个地方了 有五六个地方已经被委任了 这样星期一会开始 对 其实想问的说 就是其实目前有非常多的一些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可能一些民众也会认为说雪州的那个疫情是最严重的 就所有州属来看的话 如果这些活动顺利进展的话 其实雪州的疫情其实预计在什么时候才会明显下降 可能这是民众蛮担心的一个问题 对 如果每一个雪州的跟基隆坡的居民到8月1号 最少是有打了一支first dose这个疫苗 有很大可能性 大概是35到40%都会fully vaccinated 或者是两个dose已经打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 那些雪州跟基隆坡的那些疫苗数字 有可能性是会跌 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比较严重的case 那些category 345的case也是会比较少 而且那些包括那些死亡的那些居民也是会慢慢慢慢下降 所以8月我们应该会看到那些成果 像雪州政府和中央政府 这一次首次在雪州这样一个合作 我相信在接下来对其他州属展开这样一个中央和州属的合作 也是起到一个抛砖领域的作用 那么YB可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接下来会不会有可能在其他州属也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合作 那么加速当地的这个疫苗接种率的 我希望中央政府跟某某的州政府也是会有这样子的配合 比如说林冠英行动党的秘书长已经有提出了一个建议 就是在不单只是在雪州而且在九州的Grisenvillan和槟城有同样的一个活动 而且也是可以委任一个反对党的领袖来去协调 好像我这样子的任务 在九州跟槟城一起实行这个活动 对 我非常认同YB讲的一句话 就是讲说其实这个时候在疫情的高峰期间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要抛开一些的成见 真的是齐心的来对抗疫情 毕竟我们看到说现在雪州或者是槟城 还是Neglesenvillan的疫情都是非常严重的 这也是民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来的 所以希望说接下来能够看到更多类似这样的一个行动 然后来看一下究竟这个疫情的部分能不能控制下来 对 包括Saba Saba也是现在我是有点担心Saba 是因为他们打疫苗的率是非常低的 YB 我们刚刚进了 就是我们刚FM开始去听歌了 所以刚刚这边 刚YB你刚刚提到什么Saba的部分 等下我也是可以重复了 是因为Saba他们打疫苗率非常慢 而且registration rate也是非常慢 因为他们有面对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party Pandata 所以他们好像在Myssenjatra registration也是很低 你要鼓励他们去那些打疫苗中心 很多人也是对中央政府或者是州政府 也是不是信用蛮低的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我们在第二部分的时候可以提一提 因为也是有关系到我们第二部分即将要谈的 关于这个party的部分 对 其实我们现在留言中看到有些朋友 阿凯利他就说 其实现在柔佛州的接种速度也是很慢的 他就也希望说可以有类似这样子的协调员 可以来帮助这个行动 对 因为其实像这样一个合作 如果是真的成功的话 证明说真的能够在其他州也效仿 期望 那有人问说他想问YB 现在这个问题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技术 YB能不能够回答 他说科兴疫苗是否有一支 共用两个人的分量 那天我去打疫苗的时候 这个 没有这个是我觉得那些医科的专家 对对对对 不适合我回复的 有一个朋友就是 这个我觉得刚刚应该也是有回答到 不过他想询问的是 so far这个疫苗 疫苗配送的这个计划下面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好像跟着我所说的 和不同不同的部门要 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协调 这个不单只是我本身的一个挑战 而且我认为中央政府 这个PICK的那个主持人 他也是有面对到这样的 同样的一个挑战 对 有人问 就是为什么勒林人士 12月注册到现在还等不到 其实我想问 像雪州政府这一次 这个COAX community SELVAX community的话 你们有没有说 比较着重在勒林人士的部分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 像前几天有一些地方 他们忘记了是什么地方 他们就说 外籍客工他们也能够打了 然后20多岁年轻人也能够打了 反而是勒林人士还没有收到这个通知 那你们SELVAX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补足 热林人士 因为你们每个旗下的议员 有一个2500个QTA 其实是可以的 不过问题是热林人士 有可能性我们是需要用另外一个方式 比如说那些mobile vaccination center 进行到如何 在雪州还不是很理想 不过我认为8月1号过后 我们就可以实行到比较aggressive一点 这个不单只是要去 为我们热林人士打这个疫苗 而且另外一个target 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那些没有文件的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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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工吗 嗯明白 一个20秒的时间 好 外面我们要回去 看看106了 我们先准备一下 是的我们看到说 雪州的这个雪龙去栏 应该是说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这个行动党万一国会议员 王建宁就已经是被委任 成为这个协调员 雪州的协调员 希望能够在8月1号之前 在巴胜谷达到这个成年民众 至少完成一剂疫苗的这个目标 但是其实有一个群体 我们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 因为这个群体 也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这个防疫缺口的 我们讲的呢 就是一些非法外劳 还有难民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说 这个雪州州大臣的阿米鲁丁呢 他就会有讲说 雪州政府呢 其实会继续跟工厂啊 建筑工地 还有非政府组织配合 确保这些非法外劳 还有难民呢 也是可以接种疫苗的 那根据数据呢 其实雪州目前预计 是有大概50万名的这个难民 是需要等待这个疫苗接种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线上依然是由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雪州2019冠病疫苗协调员 YB王静明在线上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YB来跟我们聊聊一下 其实我们知道说因为之前这个无证移工 他们其实在水龙区一带 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有一些可能被对待的不是很人道 那就是有破坏了这个无证移工 还有这个政府之间的信任 他们就担心讲说万一他们出来接种的话 就可能会遭到逮捕嘛 那对于这个无证移工的这个问题呢 想问一下YB的就是你们有跟这个政府进行商讨 或者是协调 要怎么样去说服这些移工出来接种吗 其实基本上YB凯瑞亚摩利丁 他已经做了一个宣布了 讲如果这些没有文件的那些居民 雪州或者是吉隆坡的居民 去疫苗中心打疫苗 不应该被抓还是被访问等等 关于他们的文件 不过当然还是有些 这些没文件的朋友们 他们是不敢去打疫苗 是因为怕被抓 所以中央政府应该 这个是内政部了 他们也是应该比较 要有比较一个flexible的一个做法 就是给这些朋友们一个 怎么样说 一个guarantee 一个assurance 要讲如果你们出来我们不会抓你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不过无论如何 我认为我们也是有其他的方式去 比较接近一些朋友们的 就是比如说要做这个mobile vaccination center 去那些 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成为国座医院 我们知道大概哪里哪里的地方是比较有多 谢谢朋友们的 所以我们可以带这些mobile vaccination center去那边 帮他们立刻注册立刻打疫苗 那YB刚刚在上一首歌的空档的时候就有说到 其实像沙巴那边 其实目前也是接种率比较低这样的情况 那么其实这样一个方式 mobile vaccination的方式能不能够在当地沿用 因为其实考虑到沙巴的内陆地区 他有他的一定限制 尤其是在移动上面 那么把这个方式套用在沙巴那边 会不会有一定的难度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和当地的那些领袖 当地的那些NGO好好的去配合 当然沙巴那边那个地方是可以说是比较偏僻的 不过如果你看沙拉瓦 沙拉瓦那个人数 当然没有好像沙巴那边那么多 而且那些没有文件的那些朋友们也是没有那么多 不过他们的地区是比沙巴大很多的 不过现在沙拉瓦基本上一般的人已经有了两个dose 所以有可能性是沙拉瓦的那些政府部门的那些官员 可以做完打email过后 可以去沙巴那边卸助他们 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做法 想说其实沙巴那个部分说 其实他们的疫苗接种率比较低嘛 主要其实他们的那个疫苗接种中心的数量算OK吗 目前算是多还是少呢 我觉得还不是很理想 我给你一个例子了 昨天他们已经出了 昨天的那个数字了 沙拉瓦是一天是打大概是有打四十六千 四十六天是first dose十二千 second dose三十四千 不过做一个比较 沙巴first dose八千 second dose两千 所以总共只是十千 所以这个capacity的方面来说 沙巴还是能够增加的 不过有可能性不是在那些大诊室那边的 用这个mobile vaccination的方式来去 偏僻的地方去打 尤其是那些没有文件的那些朋友们 这个移动接种计划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能够帮助提振这个疫苗接种率 像有位朋友呢 他在留言那边他写到 因为这个疫苗呢 必须储存在特定的温度 那么这个所谓的移动疫苗计划 是不是可以应付这个挑战呢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我已经看了几个那些bus车 他们是有那些 已经有了那个plug in electric supply 而且是可以放在那些freezer里面的 那个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如果是认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SALO YET可以做得到了 为什么SALO YET 虽然他们的那个地区是比沙巴 比半岛这边大很多 不过他们已经可以达到了50%的这个 fully vaccinated的那个成就 那我们其实也看到说 有一个我看到一个听众 也就有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那边留言 然后他就讲说 其实他本身是住在雪州家营的 然后注册了SALO YET 打疫苗的时间 其实一般上如果是他们注册了之后呢 其实一般上会多久收到这个疫苗的通知 这个是他的疑问 SALO Y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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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被选做这个 在这个SALO YET community的那个vaccination program 比如说在嘉瓶应该是下个礼拜 乌拉港也是下个礼拜 应该这个周末应该会通知你 有那个那个地点是在哪里的 嗯 可能在节目的最后呢 请YB来说一下 就是现在呢 雪州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一个冲刺计划 那么你对整体啊 我国整个疫苗大方向 疫苗接种计划来说 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除了雪龙区以外 你有什么看法 现在讲是不是 对 对我来说了 这个operation search capacity 在雪州跟基隆坡 下个礼拜要实行的 我认为是有很多东西是能够协调 能够进步的 所以任何的那些 有可能性是缺少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雪州跟基隆坡的例子 来去做的更好 在不同不同的州 比如说另外一个州有可能性是柔佛州 我们怎么样能够利用我们这个经验 在柔佛州那边做的更加好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来去参考 明白 那其实这个冲刺计划当然主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说可以让雪州的这个疫苗接种率更加高 因为雪州毕竟还是全国 那个目前确诊病例是最高的这个州数了 那当然也是希望这项计划可以帮助到雪州 那尽快让这个雪州的确诊病例降下来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雪州2019冠病疫苗协调员 YB王建明来到节目和我们分享 谢谢YB 谢谢拜拜 我们在线上还有一点时间 那个有些问题可能就是 哇这个问题也是好技术 他问的是这个问题能不能解答呢 他说打了 他说打科兴疫苗计划什么时候会停止呢 其实也没有停止 就是因为用完了就没买 然后他说他是concern给first dose 那其实之前部长已经有说过了 如果你打了第一季第二季还是有打 只是说在用完之后就是没有采购 这样子 其实我要好像补充这个看法 就是讲Sinovac Sinovac其实那个stock还是有的 只是有可能性中央政府没有好好去解释给大家人知道 那个total order是大概是12 million 1200亿 1200亿不是讲用完了 他已经order完了 现在还是在那个system里面 所以已经分配 会每个州去分配 还是有的不是讲用完了的 就讲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好像打了 打了first dose second dose 没有了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政府的说法是只是 如果现在用完了现在的stock 他们就不再进了 对吗 所以现在还打了 很多的误会了 对对 而且Pfizer那个stock是比Sinovac更加多 包括如果你真正是要打Sinovac 比如说这个要等那些 那些医科去做一个recommendation 不过有可能性有些人 我打了Pfizer 不过我要去中国 可不可以打Sinovac 那个时候Sinovac你可以从这个市人的市场那边去买 这个也是一个选择 对对 但其实目前正在打Sinovac的朋友们 打了一支的话 你第二支还是会打Sinovac的 所以就别担心 对对对 这个也是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中强调 因为政府停用是 不是因为说 他突然间停用 是你原本打了第一季 你第二季还是会打同样的 只是说用完了这一支之后 政府是不会再采购这样子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YB王建民呢 做过我们的城市话题 非常感谢你YB Thank you 谢谢YB OK thank you 拜拜 谢谢YB 拜拜